土星孙当众献议啊 文太师以及所有的文武重将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 见土星孙两肩这么一晃 这人就没了 哪儿缺了 哎 真奇怪 这大活人啊 这一眨眼的工夫 没眨眼啊 大家都想看看 这个奇貌不扬 这人穿戴打扮特殊的这位 到底有什么惊人意 反正看清楚了 只见他那两个肩膀这么一摇 这人就没了 哎呀 文太师两腿这么一软啊 就坐在那儿了 这时啊 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太师 我现丑了 哟 土星孙在文重文 乃师身后面站着呢 可了不得了 这当时的打仗里头 哎呀 这议论纷纷啊 你一眼我一眼 这什么声音呢 你人说话众人听吗 众人说话乱萌萌啊 这就好家伙 这就乱了 文太师一看别吵了别吵了 当时摆摆手 随后老太师看了看邓九宫 哎呀 九宫将军 难得你手下 有这样的能人哪 可不得了 李克把土星孙请来上座 哎 备酒 这款待 想把邓禅玉 小姐请过来一块吃 被邓禅玉给谢绝了 怎么 这邓小姐呀 不愿意见这土星孙 觉得他这个人 没什么修养 这素质太差 哎 满嘴 胡说八道 这个三句话呀 也不离这个 求亲 你这谁说得了 这 邓九宫就跟文太师说了 就不要叫他来了 啊 一个女孩子家 他呀 很不好意思 文太师一看 哎 胡江之女哪能这样 啊 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土将军方才说的那几句话 老夫我也听到了 哎 这 如果说 哎 这个事情真的要是能成了 那 可称得起是 天作之和呀 你看 这个文太师啊 倾向 哎 邓禅玉 和这个土星孙 这婚事啊 能够成就 把土星孙给乐懵了 哎呀 高兴得他端起酒杯滋楼滋楼干了三杯 这土星孙也有点失态 怎么回事 你不看看这是在哪啊 啊 在长朝太师的面前就蹭蹭的呃就这么喝 他呀呃 兴致勃勃 忽不得这些了 文太师还亲自给他满酒 把这土星孙给烧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当时许愿了 您等着 今儿晚上 我就到西七城里溜一弯 哎 江子牙也好啊 王七发也好 我把头给您提了 您一看 就行了 然后把他们手机悬挂勾开 那要是我连去几趟 就把他们西七城里头这些 头头脑脑的 就都给收拾了 完了 您就奏凯还朝了 文太师一听 大老夫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此乃我主之宏福耶 也是老夫之幸啊 文太师啊 这病好了有一半 这个土星孙这么说的 也这么做的 当天晚上 他就溜达了 走了啊 还是那样 啪一下 两间一晃 这人就没了 他哪儿去了 地里边去了 感情 他会地顿哪 这可真是奇迹绝迹啊 也不知道土星孙从哪儿学来的 这个过人的本领 你说这个可太了不起了 怎么 谁能想到 这人从地里边出来 两间一晃 又钻到地里边去啊 如果说他真的要到西齐去行刺 那不是守到秦来吗 这土星孙哪 放下铁棒带地把担刀 他就奔这西齐城来 来到西齐城这儿 土星孙懵了 怎么回事呢 他这么一琢磨 这江四牙跟这个鸡发 我不认识啊 谁叫江四牙呀 听说是一个大渔翁 所以说反正是不小了 那我也得仔细问问啊 我得把这个人给认准确了 是不是 虽然我讨的太师喜欢 让邓九龙元帅高兴 但是也不能乱开杀界 一无冤二无仇 无端的 我瞅着他就像江四牙 就把人给切了 这有点说不过去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盗门中人啊 土星孙在城里呀 大瞪着两个眼睛 转了半宿啊 东西南北他也不认识 他也分辨不出来 哪是帅府啊 哪是王公 土星孙有点急了 他从地里头溜达出来 找了一清静地方 往这一坐 合计了半天 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 空空回去 那太师文重会怎么看我呀 哦 你竟说点的大话呀 胡吹火 到了西七城 什么事没办 就溜达回来了 这太泄气了 哎呀 那么这个武王鸡发 跟这个江子牙 他们这样身份的人 能住哪呢 哎 土星孙想起来了 甭问哪 哪宽敞他们住哪 哪房子漂亮 他们住哪 嗯 那么武王鸡发 肯定啊 他得住在王宫里呀 嗯 那个地方 绝对是与众不同 对 我啥那地方 悬梦悬梦去吧 他两间一晃 又跑地底下去了 找来找去 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他正在地底下那溜达呢 突然间 他就听上边 有人说话 啊千岁 哎 您从这边走啊 千岁 土星孙 仰脸这么一看 哎呦 只见邪乎厚拥好多人呢 他不认识 那都是些公俄才女 哎 有两个呀 那史臣掺着一个人 这人晃晃当当 也不知道是有病了 还是喝多了 周围的人都管他叫千岁 土星孙一听 我来着了 甭问这就是激发呀 这土星孙呢 就跟过来 这时候天都快焦四股了 土星孙有点着急了 他着什么急 这天要是大亮起来 我再行四就不方便了 是不是 他一直啊 跟着这千岁 好不容易盼着这千岁啊 上床休息了 这首先的人 也都撤出去了 都退走了 哎 土星孙 犹打这地里 钻上来 他把这杖子链 咱们一撩 看了一看 哦 你就是五王激发呀 那我来着了 对不起呀 按说我可不应该杀害你 但是 我为了讨好太师温重 啊 以后啊 让他好给我美言几句 我好和这个 哎 邓禅玉小姐 哎 结亲 为这个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手起刀落 把这位给杀了 提着头回来了 等他回到成堂大营 正好天骄五虎啊 他来到大帐 太师温重 刚刚起床 举目这么一看 哟 吐将军 你回来了 启兵太师 我回来了 你到西齐城去了吗 哎 不咱去了 您看 我们手机提来了 这就是 那反王激发呀 大师温重 这么一看 赶快 叫过些人来 把手下文武叫过来 有见过激发的 说你们 看一看 这是不是武王激发呀 好多人这么一看呐 一个劲就直摇头 怎么回事 哎呀 不是啊 哎呦 不是 还有一个人 曾经啊 在西齐这会儿 当过一段使臣 也就是由昭歌派来的上差 他曾经在这西齐城住过一阶段 他知道这个文王有白子 文王这一百个儿子 他不是个里个都认识 但是呢 有几十位 他都能叫上名来 不仅认识 还能叫出名字 他一看 哎呀 杜将军 您杀的这是 这是激发的弟弟啊 九千岁 激书聪 是吗 嗨 杜兴孙咧了嘴了 怎么办 这让我怎么说 怎么解释呢 我不是不想杀激发 我是这个 太是文重明白了 哦 你是不是 没见过激发呀 哎 对了 太是 不但没见过这激发 连这江子牙我也不认识 我不瞒您说 我在西齐城里转了大半夜 后来我就在地里边 听人家说呀 说这千岁千岁的 我一想这肯定这是激发 我就把这给杀了 哎呀 这这这不怪 土将军 哎 哎 找几个能工巧匠 哎 会会影会图的 就是会画的 哎 画两张啊 这个激发和江子牙的像 哎 让这个土行孙看看 土将军 哎 能把这个形象记住 那再去行刺 也不迟吗 现在太是文仲啊 也顾不得那身份了 怎么 你捅兵来打人家西齐 来征服西齐啊 这得是 哎 明枪明刀啊 哎 一番苦战 取胜 这还能说得出 讲得出 这安下毒手 暗算无常 这和您这掌朝太师 这个职位 身份 太不相称 不相称的啊 但是 他是文仲顾不得这些了 不管怎么的 盼着是早日揍海 哎 他劝土行尊先休息休息 哎 等这个影像画好之后啊 你看看再去 这哈啊 大营里头 就这哈啊 是承堂大营里 哎 倒是挺热闹 哎 大家 都对这个 土行孙啊 敬畏几分 就觉得这人太厉害了 看他这个局质行动 这个本领啊 马上 哎 就可以平定西齐 我们就要奏凯还朝了 所以大伙都很激动 这西区城里可乱套了 怎么了 九千岁被刺 啊 睡了一夜觉的功夫 这头没了 不一根儿飞 手机不一根儿飞 让谁给刺了 刺客是谁 一概不知道啊 哎哟 这可不得了啊 杨浅呢 仲家小弟兄 就提醒江丞相 让江丞相 您推算一挂 用金钱课 您算算 这九千岁 姬叔聪 被谁给杀了 江子牙 江子牙 焚香 蒜卦 这桶蒜呢 蒜的子牙呀 一个劲儿直摇头 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刺客太奇怪了 不知道这个刺客是什么人 也辨别不出来 也算不出来啊 他的这个身份 只算出来什么呀 这刺客来自于地下 从地底下来的 大伙儿怎么一听 都吃了一惊啊 这可不得了 怎么 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 怎么能发现他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 到西启城啊 又知道他什么时候 从地底下溜达上来啊 这可要麻烦 哎哟 甭问了 怎么 也不用请丞相 再次推算了 刺客一定是来自 承堂大营 那咱们得多加小心啊 大家一听啊 杨检说的太对了 确实得格外小心 怎么个小心法子呀 咱们得想个主意啊 想个对策呀 利放了点这刺客呀 大家这么一分析 全都弄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说明这刺客呀 不认识我家丞相 赫武王千岁 要是认识这事还麻烦了 那咱们得呀 对千岁 对丞相 严加保护 好 杨检 这么一听诗书 您就把这事交给我吧 王宫内院所有的地方 就把这差事 哎 就看管这个 王宫内院所有的地方 由谁来看管呢 谁来负责呢 就交给金眨 木眨 哪吒 这哥仨了 杨检呢 带着黄天化 和雷震子 龙虚虎等人 就看着这个相府 杨检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 每天 只要是天一黑 一盏灯的时候 哎 你们就必须如此这般 就照着我说的去安排 大家谁也不敢伪令 知道杨检这是受丞相的委派 为了这西七城的安全 啊 为了王千岁和丞相的安全 那非得这么安排不可了 哎 第二天的晚上 这土星村又来了 今天晚上他可憋足了劲了 他憋的什么劲 我呀 哪也不去了 我认识这个王宫了 哎 不是杀错了一个吗 我还上那去溜达溜达 这武王激发让我碰上 他就算完了 碰不上也没关系 土星孙也跟文仲文太师说明白了 老太师您别着急 大不了我就每天晚上去溜达一趟 顺便呢 也甭管他是哪个殿下哪个千岁 他要是预胜国 那就说明他命里该当 命里该找 我就把他收拾了就算了 文王不是有白死吗 哎我用他仨月两月时间也就把他们收拾差不多了 我勤去着点时间一长 我还能不认识这激发和江子牙 何况 哎 这儿还有两张影像啊 哎 这图都汇出来了 我就照着这个图的这模样找去呗 土星孙大大方方的溜达到西渠城里了 今天晚上土星孙进来这么一看呢 把他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这上面怎么这么亮啊 他嘴目抬头这么一看呢 不看则已 这一看 把土星孙给吓着了 怎么了 感情土星孙呢 练的这个技艺 那可真够绝的呀 他在地里头 他往上这么一看 看什么都清清楚楚 哎 看得特别清楚 哎 那么上面看他呢 可看不见 他在地底下猫着呢 那怎么能看得见他呀 这土星孙觉得奇怪什么呀 哎 不对劲啊 哎呦 感觉这王宫里边有防备 突然间他就听 疯了一支声 土星孙定心这么一瞧 只见一个漂亮的童儿 头上挽着双抓紧 前发急没后发开横 没清目秀 齿不纯红 身着大红袍脚下登着风火轮 手里头提着那枪 那枪尖 只望望冒火星 土星孙看着有点眼韵 那还不算 这人蹬着这俩咕噜 就围着这顽弓转悠 哪儿也不看 两个眼睛啊 瞪着一边大 就往下边瞅 就盯着地皮 后边还有两位呢 他不认识金正孟展哪吒 图形孙一想 我别上去了 怎么 我这一上起一露面啪这一下 他非使那冒火星子那枪杂我不可 他再仔细一看呢 感觉还有好多武士呢 这些武士们一个个弓上前刀出鞘 是手里头提着弓 弓上搭着剑 都瞪着眼睛 瞅着这地皮 哪有一点动静 那开弓就放剑呢 哎呀 图形孙有点傻了 这可不好办 这不能露面啊 我要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溜达 刚一露头啪乱箭齐发 那可就麻烦了 我让别处溜达溜达吧 他误头误撞 撞的相府来了 他不知道是相府 这院子也不小 当他来这儿这么一看 哎 这个地方倒行 好像啊 嗯 没有方才那个王公那儿 嗯 那么紧张 哎 气氛那么可怕 图形孙两间一晃 他往地上边这么一溜达 刚钻出个脑袋来 就听汪狼这么一声 可把他吓着了 他回头一看 一条狗 张得死盆大口 就奔他来了 嗯 心切急汪狗 气氛